哈喽,大家好 今天说一下我这个 整个小院打理其实种中之重是什么 不管小院大院吧 看我都是草地上直接种花的 对吧 草地直接种花,然后割草怎么办 草下面的那个,我说错了 花下面的草怎么办 那么今天就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看我拿出来的那个工具啊 打边机一台,足矣,是吧 品牌不限 然后呢,轻便就好 然后我还带了个护膝 护腰,腰是因为我 本身腰不好啊 护膝呢也是因为腰不好 要蹲,是吧 这个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 你如果能蹲的人啊 其实护膝都不要 然后呢就是眼镜非常重要 那个眼镜呢是这样 你并不会因为买打边机就送你那个眼镜 我是买枪送的那个眼镜 我突然发现那个眼镜戴场真的 哪怕是阴天或者是傍晚 非常明亮 它不是墨镜 然后它护膝非常好 是吧 因为打边机一定要戴护膝的 你就是戴个瓶光镜 戴个墨镜 如果没有护膝镜 你戴墨镜什么都要戴 一定要戴个眼镜 是吧 一定不能戴玻璃材质的眼镜 一定要戴那种塑料材质 是树脂材质的 是吧 然后因为喷到小石子飞溅吧 啪的一下 眼睛是中中之中 见到哪 顶多毁龙是吧 开玩笑 其实概率不大 但是以防万一 然后整个在割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在割的时候 并没有很认真是吧 我只是看个大概 其实割草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我们看个大概就够了 为什么 因为草不停的在长 你就是割的齐刷刷的 拿个尺子来量 没必要啊 是吧 自己找苦吃啊 割个大概 刷刷刷割过去 但是让整片草地真正好看的是哪个步骤 是吧 是修边 修边其实很简单的 啪 竖起来 你只要尝试过几次啊 刷刷刷割过去 其实 呃 并不是技术活 就是只是熟能生巧而已 你第一次慢一点 第二次第三次 你会比我还快 飞快 因为我当时那个割的时候 其实那个打边机的绳啊 已经有点短了啊 那当时我为了拍那个节目嘛 反正我就不换了 啊 把慢点慢点我就割过去了 是吧 有这个打边机打完边以后 你草地略微的优点 是吧 坑坑洼洼或者修的 你感觉没那么好 但是远看整体效果都好的 然后就是整个那个月季的下面怎么办 那个没有办法的 那个除草剂不能用的 我告诉大家 其实很多地方像德州这些地方啊 说那个容易得那个什么小叶病 就是玫瑰女无病翻译过来啊 英文缩写叫 迪迪 那个什么来着 忘了 打字幕吧 那个病呢 实际上 都说是什么满虫传染 我知道啊 是吧 各种论文各种文献我查了很多了 我都帮德州的话有字好了 是吧 啥满虫传染 其实就是 起始是什么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你健康的苗 它不太会得的 你首先就是缺水干旱 然后就是打了除草剂 植物就是在死亡的边缘 稍微有点什么病毒啊 病虫害啊 是吧 通过那个满虫传染的病毒 说是 那个病是 但是德州那华有说治好了 是怎么治的 咔咔咔 病的那个字条全减了 是吧 烧了 是吧 它那个处理还是有市政府回收的 有些是地方 有些地方是没有啊 烧了就行 实际上那垃圾桶也很多的 所以我说那个城市垃圾桶里的 那个堆出来的堆肥 大家不要用来种菜 就是这个原因 你知道它里面堆进去什么东西 所以我堆肥种菜 我都自己堆了 然后那个病就是 剪掉以后 你就杀虫 你就杀满杀菌 然后给它补充一些微量元素 是吧 你肥水充足 阳光充足 再长出来的就好了 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因为它 它那个病很多人说的很严重 说是什么 玫瑰的癌症 是吧 玫瑰的什么艾滋病 是吧 玫瑰的那个就是 天敌 号称说 能够毁灭玫瑰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小业病 其实发展非常缓慢 它就算是传染 它也是传给那些 你本身有缝的蛋 本身不健康的东西 所以除草剂 千万千万不要用 为什么 我就发现我们家 曾经有一个植株 就那种状态 就是当时有圆丁 圆丁是怎么样用除草剂的 是吧 它们是那种喷 不是喷雾状的 它是那种直接飙水的 然后 就是除草剂当水用的 我都骑的怪了 它们哪里弄来 那么便宜的除草剂 是吧 然后打一圈 是吧 然后打完之后 玫瑰死不掉 玫瑰真强 月季玫瑰是抵抗力最强的 生命力最顽强的 什么死了 像各种各样的菊 打到除草剂 必死 然后是三脚霉 打到除草剂 没死 结果缓了三年 三年长不起来 但是它不死 玫瑰打了之后 有些没事 有些就长得像小业病一样的那种 有些植株就长出来那样 然后我咔咔咔剪掉 没事的 有事的地方 你自己老老实实的 按照当地的准则要求 有些人说 当地是非常严格的 是吧 要打政府的 要政府来回收的 那你就打 好吗 根据各地的要求 美国是个联邦制 是吧 各地有各地的要求 是吧 我只是说我的发现 不要杠 真的很讨厌这种 然后呢 所有的下面的 其实看我那个割 很快就割完了嘛 用不了多少时间 关键的是什么 它本身就在你的玫瑰下面 所以它下面的草怎么样 阳光少 长得慢 你割过一次 你不用每次割的 下次割草的时候 我就不用弄了 是吧 像我这个里面没有小兔子 我外院有小兔子 小兔子最喜欢在我的 那个玫瑰的下面吃草 为什么 老鹰俯冲 先得越过玫瑰的刺 所以玫瑰保护了小兔子 我和小兔子 虽然对我的花园 有些小的子猪造成破坏 但是我真的是不伤害它们的 是吧 我的留言区真的 很多人说 小草野兔 我小草野兔我会烧 我烧得很好 是吧 但我不会伤害它们 是吧 去大华买野兔漏好了 是吧 我不会说像那些 或者不能吃兔漏 爱兔子就不能吃兔漏 我倒不是这样子的心态 是吧 我只是觉得它们在花园里 相得益彰 是吧 有活力 而且和我是一个怎么样 它对我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它帮我除草了 所以我外院的那个玫瑰下面的草 大部分是兔子吃掉的 它在下面吃非常安心 它不用担心那种老鹰啊 笋啊 是吧 我们知道土狼 什么都有 兔子是食物链最底层 还经常有看到那个路上横溼的兔子 是吧 老鹰在啃 直接就在大马路上 但是我不去打扰他们 那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态系统 是吧 不用人为的去打扰的 我更不会说 抓几只来 打几只来 吃吃 不会的 是吧 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然后呢 就是 还有一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 你想拥有这么美丽的花园 我觉得 我已经很省力了呀 是吧 但是不代表说 什么活都不用干 是吧 很多人说 铺了那个防草垫 然后铺了那个什么东西 闷啊 是吧 没有一劳永逸的花园的 我铺的那个东西 那个花种出来 非常不健康 是吧 你浇水都渗不下去 是吧 整个大地都不能呼吸了呀 是吧 为什么我喜欢种在草地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为什么我的草割完 我是不收走的 是吧 这就叫养地 地是越养越肥的 是吧 为什么我的土地啊 我用化肥 对啊 为什么不会严谴化 是吧 我为什么不用堆肥 是吧 因为我每次割草 都让它回田了呀 是吧 刚才我吹 哗哗哗吹 把所有割出来的杂草 碎草 全部吹回去 那种草很快就会腐烂掉的 很快就会浓露到土里面 变成营养的 为什么 它打碎了嘛 打碎了 真的很快腐烂 特别是那种蒲公银什么的 烂得更快 包括花瓣什么的 我绝对不会强迫症 把它说扫掉干嘛的 我觉得花瓣 碎在一地啊 也是一种美 说了这么多 当然美不美 这个东西太主观了 反正人格有志 我不希望强加给别人什么东西 但我希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留下来 点赞 订阅 小铃铛点上 是吧 因为会通知嘛 什么内容 是吧 很容易错过的 甚至有些点上小铃铛 一年两年的观众 有时候收不到的会 谷歌就会有这样的耍赖皮的 你得重新点一下 好 中华雅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后这些花开到盛华期 我都会拍的 不用担心 还没盛华期呢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